草尊鎮避风社区内有两位按摩师傅 为了要回馈地方 所以来到了关怀据典礼 免费为社区长辈推拿按摩 甚至是简单的手脚附件等等 全面在推拿服务的 我也是佩望丽的旅民 我也是不只是佩望丽的服务 我那种宿主出离 国管区都有出离 严肅典的和民宿的两种混合在做 做的效果都很好 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回馈地方 让社区长辈不用舟车劳顿跑到市区 在关怀据典礼就有专业的服务 我们的市长 因为你要让我们的屁红社区 到超顿旗子去做服务或是去做按摩 其实有路途有更丟臉 我们的市长其实都不是很方便 可以透过去社区做这个按摩的活动 我们很肯定 让社区可以来专社区这里 我们的有一技之长 按摩师来到社区做服务 市长透过这里 这个按摩 你可以看到它的经络舒缓 现议员检世盛除了肯定 这两位按摩师傅回馈地方的心 更希望长辈们能够在社区里得到优质的照顾 很爽快啦 就设计的骨头很爽快 这样 比较轻松 就这样 就这样白白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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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路白白 让它按摩之后都会比较 比较软 比较好 来回馈到我们社区 也要把我们社区这些人到三天 他自己利用他的时间 帮忙这些老人来推拿 来疏通筋骨 来提出他的爱心 来对社区来贡献 来帮忙这些老人 来把他推拿筋骨 希望透过这两位按摩师傅 回馈地方的心 免费服务避风社区内的长辈 不仅可以就近得到专业的服务 更能够让长辈在地安间老化 记者用称草屯采访报道 不仅可以做到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吴光 咱们不要再说下来 请不吝点赞 吴光 请不吝点赞 吴光 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吴光